炎日的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游泳 但是台北市政府击查了84间公司力的游泳池 结果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游泳池是不合格的 包括了救生器材没有配置妥当 以及救生员的震照失效或是过期 炎日的天气来到游泳池玩雪 最消暑不管是SPA水疗区还是泳池区都挤满人潮 不过台北市政府针对84间公司力泳池进行检查 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泳池不合格 在初检的时候将近有39件 39件的不合格 按照比例的话高达达到35.7% 这个比例有三分之一不合格 所以是相当高的 在救生设备上面我们初检的时候 那是有大概三家有缺救生神 那另外比较常见的缺失就是救生员证照失效 或者是过期 用差拳设备像是浮水单架救生肝救生神 都在抽查范围内也要清楚标示水池的深度 经过复查后八三间厂商都合格 仅剩下一间厂商未提供旅保资料 还需要复检的单位是成功高中 因为他有对外贩售这个游泳池的月票的票券 那这个部分是需要去办妥旅约保证 确认大概七月底应该是可以办妥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就是限期改善 消防官认为用持相关管理法则 权责太低 业者紧贴性不足 现在体育署也在引力提高相关法律位阶 定地明确罚则 新唐人 雅天地区 胡宗瀚 张云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